我介紹我自己 我是朱耀昌 是這間店鋪的老闆 通常人們都會叫朱老闆 我在這間店鋪接管三十多年了 由我爸爸去創業 我爸爸由內地走爛下來香港 然後勞碌拼搏 是一間很多貨品的雜貨店 我回歸那一天心情很緊張 我一心靈裡 我想不會有第二次這樣的改變 整個香港都好像突然停頓了 每一個步驟 由英國人離開到現在宣誓 如果要我再說回當時的情況 我都可以說到 所有人的需求都不同了 就是由基本的需要 改變成為物質的需要 顧下方面 在這一區裡面 原本全部都是中國人 後期已經開始有不同國籍 都來到這裡居住 所以他們買的東西 都有特別的需要 二十年前其實是買碗碟筷子 拿口中咸罐 這些那麼基本的東西 現在買的東西就是 茶中納米做的毛巾 竹篩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已經改求 質素要好 款式要漂亮 過去那二十幾年 我形容香港人是自力更生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努力 去爭取最好的情況 將來那二十年 我會想是自強不適 有時候人都會有困難的時候 但是記住 我們有自己的信念 因為我們是香港人